好 今天煲新番的時間 今天已經是 9月8日 是吧 又不太記得時間 因為現在是六播 我坦白認識我已經是六播 因為現在理論上你正在聽我說話時 我已經是日本 應該這時候應該是廣老市的晚上 好 那就沒有直播了 直播時間都可以上Radio Dada.hk的網頁 去收聽我們有直播時候的直播 明日節目可以去我們的主頁 www.acrubbish.org 可以找回我們以往所有百多集的節目 MSN就今天不說了 因為沒有互動 剛才叫人可以直播時間互動 怎樣互動呢 別緊要啦 開始啦 Connor 我記得啦 今個星期 先清一兩盆套 先清一兩套舊番 這套舊番就是《召喚惡魔》 台語玩叫做《召喚惡魔》 日文叫《阿易撒伊》 再呼喚你 我就呼喚你 這套其實是幾碗屎尿皮的低級脆臉色的黑色 黑色的幽默的搞笑話 其實是黑色的嗎 算是有黑色幽默的 因為《召喚惡》畫面是幾多的 偵探界邊有一天就被召喚惡魔艾薩爾 查案之後本來就結束了 誰知道他強行把惡魔塞給位置 從此開始就成為惡魔寶母 一隻 兩隻 三隻 三隻 加進去 一邊去查案 這套作品就得每集十 那些其實算不算查案呢 我都像是偵探社那些解決問題那些 即是幫人捉捉奸 捉捉捉奸 對付變態跟蹤局 套劇監督是水道路 最近都很熱 因為她的東西是除了 一卡木師妹那套叫 上一套 記得了 上次司庭那套就是 花之良 一卡木師妹 現在做《不思》也是他 水道路 大家 我認識十個人 起碼有九個人是剪了這套 當然啦 你聽編劇是誰的 大川七 挺有期待嗎 對她 你繼續說這套 這套是一套只有十三分鐘 一半集 其實是貴的 其實一套集到 原作其實 這套OAD都是只有半集 整集的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這套作品特色就是 所有惡魔 因為被戒邊召喚上來的時候 都經過她的結界 變成很可愛的動物 例如艾薩爾仔 那一隻狗呢 牛仔 半人狗 那一隻狗 然後貝西卜 不像牛狗一樣有角 我記得 貝西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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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西卜就是貓 貓 然後 魔樂股就是牛 有沒有那麼難認 而溫力尼就是人魚 總之他們全部在按摩界裡 三仙八角 很有型格 又型格 又型格又型格 又型格又型格 很愛化 全部矮就矮了十個頭 很愛化 然後身又細 身跟頭的比例一樣 他始終有一個經典狗 我其實很喜歡 貝西卜是蒼圓王 大家知道 他一查案 我為止帶他去 看到一些狗 喪狗不清理狗屎 貝西卜就合作了他 你以為他 衛生 不會有人周圍 然後回到 乌英最喜歡吃什麼 跟回去 偵探社 然後拿一盒 他做什麼 拿微波爐蒸花魚 他比較好吃 他還要做微波爐 那一份飯 最後那一份飯 又是玩這件事 因為他是蒼圓王 是吧 乌英最喜歡吃什麼 但問題是他就是黃帝奇蛾 還有他人的樣子 是超美男子 除了男主角 艾薩爾 即使在魔教裡 他也是低級按摩 他的能力是什麼 看了女影驚奇 還有女影發情 還有一件事 就是漫畫 剛剛的新的 叫做The End of the Sun 就是 絕對揚毀 如果沒有這三個功能的話 基本上這隻火會是廢的 但是這個絕對揚毀 已經是屈了人的技 對面都是狡極主用技 狡極The End of the Sun 我吃了一份飯 接著 貝西博呢 就是能夠令對方講真話 和吹辨 即是說你急事肚痛 去廁所的 這兩種功能而已 其他按摩有什麼特別的能力 整套作品最強的按摩應該是戒邊 其實有些人看見就是 究竟戒邊是什麼生命體來的 對於按摩是裂皮攻擊的 一本的八百元的雜誌 一把按摩後一邊 接著一把傘 最好的機器是反彈 總之你有什麼特性 全部塞給你 三個按摩一起走 接著一把傘穿 一遮槍三個按摩 然後捉 那個是不是抄那個什麼 抄 抄搞笑漫畫日和裏面 那個三葉完結 一劍刺死了 四天王 還剩下三天王 那麼 還有 他在漫畫面玩 其實玩的幾個雜誌 在動畫中 始終你沒有幾多人暈的 有些雜誌就著來玩 其中一個經典就是 玩龍珠的 就是艾薩爾扮皮克羅 去擋身那個經典場面 他剪了 還有在漫畫中 其實有點噎 應該說玩過了火 變得不好笑 變成了看得幾不舒服 其中一個真太郎的年輕人 他為何會來到精探事務所的故事呢 在漫畫中其實幾不舒服 一個講他那個 我忘了那個老師 賣了他的家產珠 因為始終他不是太過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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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剪了 但也有些是保留 其中一幕就是 溫蒂尼就是人魚 他的特性就是善忌 他這一次就喜歡了個學老師 學老師就是隨便流程那種 就是不自覺地隨便流程 結果他隨便 結果是機緣巧合意外 結果在下面變成了什麼 北九之拳的世界 不是藍燭嗎 北九之拳來的 我始終這隻拳 隨便吧 他玩得幾盡 這套去得幾激烈的作品 你要接受到水道路那種 完全暴走性的笑料 你會看得很開心 不是的話你會幾痛苦 例如有一幕為止 Cosplay Cosplay賣咖喱 在Commit劇會傳賣咖喱 接著貝斯波幫忙 誰知道貝斯波把他的午餐放進去 很明顯 結果吃到全部肚餓 一出到貝斯波請人吃東西 那還有什麼 他煮咖喱好味 他的咖喱狂熱 他的好味是混了一些 不過那些人不小心 把貝斯波的私人午餐放進去 配音方面 戒邊 全部都是明星友 戒邊就是樂圈大腹 位置就是阻攏尼萊 艾薩依就是小野版昌也 很適合他配 最適合是 白斯佩奴 阿文 神葛娘 梁佩 阿富斯福 接著配蜥蜴 那條蜥蜴的沙拉曼達 就是中野和哉 而配溫泰妮就是小林休 真太郎就是八神娘子 剛才說的那個 厚黑花的老師就是 剛剛好新婚的寧村見德 你要接受到他這種 很暴走性的少女 不是的話你會覺得很便宜的 絕對是消費的 其實是銀魂級數 我覺得他好看過銀魂 他的東西真的笑得出來 但是我沒有看完 銀魂上個禮拜先創下了一個傳遞 就是一個星優配的角色 你佔了一個版 怎樣佔一個版 上個禮拜銀魂上線猴片 那隻猴片的名字 你是一口氣讀 不需要用三十秒才讀得完 是一個場名 而在他的Cast表裏 八神娘子的名字上面寫著 大串的三十字 接了大版 八神娘子在他的Cast表裏 自己的章是一個名字 八神娘子說 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角色名就接了一個版 大致上講到這裏 我又講一下新番 即現在現代進行式 就是二角迷路 二角迷路之十字路後 簡稱湯羅 大家一邊說 是甚麼法國版羅 要轉嗎 有一集 即現在做到第八還是第九集 第九集 其實是有十集在裏面的 第四點五集 五集就是在網上放鬆 日布威碟 在網上放鬆 之後再做些甚麼 那一集通常都知道 大家都提了 這部威碟通常收藏的都是不科 通常都外轉向些 這集基本上都是外轉 但是她是屬於她一部片轉章的位置 例如你起承轉一下 她是一個轉故事的位置 她講一個女兒 吉博才少女 中東女 在街上唱歌 被有錢女艾莉斯 請了她去花園唱歌 她唱所謂異國民謠 即是東方民謠唱歌 唱歌時艾莉斯和姐姐卡妙 就說了 為何分開兩方 為何會這樣在一起 然後安妮說 有時分隔兩人不是一個海 她唱歌的時候 她在暗示和回憶 就是暗示了卡妙和卡妙特的童年屋 他們本身是青梅竹馬 因為兩個人的身份不同 就是小資產和 也不是小資產的 卡妙那些是 副地主級 她有超級錢女艾 而卡妙德是一個鐵象 鐵象 也不是小資產 她有間店舖 半工人階級 因為她唱了鐵象 半工人半商人階級 跟有錢對她相差很遠很遠 而卡妙的母親 那些是豪門 而卡妙已經說明了 所以她在那一集裏面 就鋪了一些 Flashback 去拍攝他們 小時候兩小無差在玩 然後在結尾 唱那首歌 再加上那個畫面 是完全線成這樣 即是催淚彈 那就是 看到這裏大家 開始 轉了那個時點 她有些反式轉移 即是大家在看那集之前 都認為是一個同樣式的故事 某程度上 到現在都成立的 但是 大家開始覺得不期待 這件事很期待 即是針對她的手 有時突然撞破 湯羅洗澡 那些事 大家看得很憤怒 但現在的這集 大家反而覺得 卡妙真的給男人本色 你搶就卡妙回來 即是大家可以覺得 究竟這對 真是苦戀的 其實卡妙一直都喜歡卡妙可以的 但她都知道自己是大小姐 她有責任去維持自己的家庭 她們小時候有一句很爆的對白就是 將來我們大過了等我結婚之後 你都要繼續跟我玩 因為始終就是 發覺是這樣 為什麼要玩些什麼 很興趣 發覺上頭社會女人就是什麼 她對她說結婚是一種儀式上的 即是在世俗上的 所以發覺男人會有情婦 女人都會有情婦 很正常的 甚至發覺現在都一樣 所以發覺男人有包養情婦 這些是很普通的 即是她的文化 而卡妙的 前次說明是一個十歲的小妹已經計劃 她媽這樣教 她將來怎樣找她家老 她媽這樣教她 所以她說她用貓形容 她偶爾會放野貓進來 但你始終是吃家貓 她媽這樣教她 你可以跟野貓玩 但你是家貓 你是跟有錢人一樣 捉門對捉門 你這個家族奉獻 你的社會地位 所以卡妙至少有這個感覺 就是她沒有想過 或者她不敢想 就是因為她要背負家族的命運 她應該是會的 因為她那個故事是說她本身是金毛有錢女 本身有個哥哥但早死了 所以就變成要這個大小姐去擔起她整個家族的 那相對地 相對地 二小姐 柔木兵 就比較放陽 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卡妙希望 自己的悲劇不想在妹妹身上 所以她將所有的背負在身上 然後讓妹妹去 讓妹妹有個幸福的童年 她不是童年了 是人生的 喜歡做什麼都可以玩到 她的所謂不幸是什麼 很合理的 很無奈 而卡妙至少也是法國男人 頑固 個性扭曲 死後一邊頸 還有她不敢突破 正常說 做情婦情婦 法國男人很多 但她就突破不了那個 即她不甘心 她覺得很難 我覺得一路的問題都在女方身上 她可能還要繼續鋪下去 鋪一下Colado 怎樣想 現在一路 就是 看看大小姐放不可以開的 卡妙 因為她很被哀 始終 在這個情況下 你很難叫女生放棄一切 放棄家族 放棄自己妹妹 要跟她一起 而女生都沒有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你不是很期待女生去做主動的 只要男生都沒有主動 可能變成了什麼 卡妙德和湯欽 二個婚姻的 變成了 很憤怒的 看這段 但是如果這樣的結局的話 對觀眾來說其實是很一心的 因為大家之後 湯欽就好像 她撿了撿耳攤 不是 湯欽是應該留給二小姐 現在是二小姐 其實就是 不是啊 卡妙德生人把死地 湯欽泰和黑濤德太過容易 她感情是很堅固 太過容易 可以是一種親人的 而且我覺得她兩個像兄妹 多個像情侶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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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她說 因為我燃起了藍球疫情 然後有自和祖套祖說 有其他疫情燃起了嗎 你混蛋 不是其他疫情 她是覺醒了 說回這段 這段 湯欽真的是做人賣點 可愛日本和服 一向都是 到現在都是 很明顯地製作組希望將所有 她有十幾集 一季 特別是 頭四集 就算是二小姐都未出來 一直到4.5 就會感受到劇情的轉向 就是扭到這個大家 始終一件事就是 始終羅利故事太多了 但羅利故事太多了 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 這套片是打算看法式自語風的 就是當是Aria的法國版 這樣看的 不是打算看這些悲戀故事 但是她在一個不是正常播放的4.5裡面 這樣把這條線鋪了出來 然後之後那幾集連續都是鋪了這樣 既然你這樣鋪發 都是等看她一個好好的收尾 你不是看到這樣的自語片 都要我自鬱了吧 我希望 不是這樣的就是 以藝術的角度來說 是沒有結果才好 大家覺得 總是達不到的戀愛是最淒美的 又不是 是她本身故事的風格是 不可以這樣玩到落尾 真的會看到拍蝶 但問題就是 作為一個觀眾來說 希望大團圓的角度 當然希望她和她 是風格上的問題 所以有些網友 我真的接受不到 哈劉德發達或她身份升居 是不可能的 不如看看加劉中落 破產加劉中落 這樣比較簡單 這個是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從古往今來的有錢 突然加劉中落的破產 是很常見的 然後加劉中落 然後阿里士和阿湯 進去日本 我發現那個小姐是日本控 我當然加大歡喜 這是我接受的 問題就是有沒有這麼順利 不是 那些叫蔡庸失馬 英知飛福 只是 那些家族中落也很慘 不要緊 反正 這就是我爸爸的問題 跟我女兒沒有關係 我女兒和男朋友都可以 不是吧 這樣說 這套 有些不是大家 初初預期這樣 但我挺喜歡 輕鬆鬆 輕鬆鬆 看看風格 看看蘿莉 大家變成有些期待 對劇情有期待 究竟這個製作組 很明顯的製作組 原作好像沒有 原作都可以走回 原作是大家 大家預期的 但在動畫裡面 很明顯的 原作都是卡苗線 我聽人說都是走卡苗線的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如果是湯鷹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有條刺 看得很不舒服 我接受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 我們兩個人一致 我接受不了 Curano這些粉蛋 吃的湯鷹 我是接受不了 你女兒小毛猜 本身青梅竹馬是可以的 但是你無緣無故 做個這麼正的同樣式 我不行 我好妒忌 青梅竹馬越來越不激 青梅竹馬一向都是悲劇的元素 正常都是走不回 在一起 但是你竟然鋪成這樣 你這些隊 你不走回一起 大家都會翻臉 大家其實認為 你鋪那麼多 令我們心痛 大哥 多少集 你咬牙切齒 令我們愛情緊張 你告訴我 最後你走不在一起 我不會去翻臉 你一天到這條線之後 湯鷹幾倍 他一天都變成換衣娃娃 對 他是一個三月十分 對 換衣娃娃 但大家不是要做 什麼不在意 他現在變了穿洋服 還做些事 但是真正這條線的發展 看他們兩個的 看對悲戀怎樣玩 很期待 這套一季 之前都說過 所以我期待他原創劇情裡面 他兩個有些好一點的反應 我真的 我容許你原創他們兩個的幸福結局 這個絕對容許 這個必須 必須 我不開心 這套一定會翻臉 有些想不到他 想不到有劇情 沒有看就看別人 想不到他是愛情先為 想不到他有些催汗的感覺 這套片可能治癒 每個星期看二十多分鐘 輕鬆鬆開開心心 你不需要有些催汗感 但他現在是 既然這樣鋪了一條線下去 就很想看下去 所以就 真的 希望他有好結局 今天黑奴卡秒四 已經叫做 黃道 你不敢走 基本上應該沒有人想看同樣式 不論你是羅里控也好 自己控也好 或者是黑奴德控也好 你也是 黑奴德控可能是看機友線 沒有機友 有機友 阿郎就是機友 那個很重要的 那個很重要的 那些是機友 那些是機友 OK 剛才講羅球部 那幾分鐘羅球部 我打算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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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講羅球部 不夠十分鐘 不夠十分鐘 五分鐘到五六分鐘 不要緊 這陣子劇情就發展到 泳池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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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長谷村大師的青梅竹馬 阿綺來竹間在泳池 我們叫這個叫效歌之翼爪 然後整班來保護著他 然後長谷村大師就說了一句很精彩的對話 因為他們燃起了籃球疫情 然後某個節目組就說 你剛才是燃複遠 然後穿著泳池 然後為什麼穿著泳池打籃球 你以為這裡是美國加州海岸的籃球場 沒有所謂的 他原作裡面是連上組那三個才要 哇這裡有泳池有城 所以才穿泳池打籃球 那邊羅尼中有泳池 但這裡在卡通片裡面 連羅尼都轉成穿泳池打籃球 就是看這套東西 就是這樣 之前我在說買羅尼 我會受你 不要掛容和狗狗 裝模作樣的 說什麼戰術 但當他這麼聽我的話 真的快來 我已經不是很習慣 就是這樣說 你不是 有時候一個人 真的這麼不要臉 我是不知道什麼反應的 不是 看這裡都是 都是咬牙切齒地看著長谷村大師 怎樣受百千般寵愛 死來控 來去什麼 就是又要生氣又要看才過癮 在人家意識上這套東西很生氣 和剛才那套東西都很生氣 剛才說了 自從他們沒有肺部之後 就一直發展 長谷村教他們 長谷村和智花的智花線 一直都是智花線 這個就不用說 之前就有一段是 仇美塞子的死政態 就和他們一起打籃球 他們去集訓 那段也是 又是都不知道 又是都不知道 長谷村大師前 要來集 他說什麼 有一段是說日向 突然失蹤了 原來就是和仇美塞子去做特訓 去苦練 每天四三八個 每天四三八個 一星期四月兩萬球那種 不是 當他們去找回日向 不知道為什麼 在路邊有一條底褲 莫名其妙 晚上環底褲 為什麽你環底褲 擺在浴室上 翌朝他自己拿回 為什麽你擺在房間 為什麽要轉到床上 不是他原本打算擺在浴室 怎麽知道是仇美塞子 那他擺回去 不要拿 你見到底褲就撿了嗎 這叫變態 變態 變態的神經反應 讓大家 兩國共犯去還回 有底褲給他 這是羅里的床隊 那真是離太普 這套東西應該禁了 我突然覺得 東京都算是管這套東西 不是 我之前有沒有說過 主要現在的影片 那麽出格 是為了抗衡大江戶 青少年法案 建築育成條例 就是因為立了條法案 所以才要對著幹 現在每一間 動畫公司都弄這些影片出來 有種類拘捕我們 這套東西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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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掉了 大哥 他小尿皮疼 那邊有些羅里 小尿皮沒什麼所謂 現在是玩羅里 最罷了 話上是定屎 算不算定屎 算不算定屎 算不算 也不算是青少年傳 剛才剛剛講到應該是 講一下最高的 阿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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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油水 小學生1.7米 其實先不要說句語身材 說真的 小學生1.7米 以你身高成長來說 你高中已經可以打國家隊 應該 應該他也是 奧運代表隊 或者他不打籃球 就打排球 應該是這樣說 志花大國了 還會這麼厲害 就未必 但是阿艾利 只要他高到不變的話 大國一定會入國家隊 因為球技 球技 他會不會再高 另一個問題 很難 有小學生而已 小學女生 可能不高 公中學生 公中學生才開始 公中學生 小學高定 很多 小學生 五六 女生 對這個女生來說 因為七幾年很恐怖 真的恐怖 有 又不是沒有 真的有 真的有 你有沒有聽到誰 什麼叫進擊之外生 哈哈 他只是一米六九 說 官方叫一米六九 有很大的機會是不想見七字 那有些大清水也是 大清水 小野人子 風口胃 那些 六九 他未見七字 好聽 很多時候都是 最高 而且他很壞 每次都排在高雲採陽 高雲採陽 高雲採陽最大 他們不知為何要這樣站 很奇怪 還有頭一米七五 總之 講高就算是誰 浴宗應該不矮得過風旗外生 但他們永遠都要站兩邊 好像雙塔一樣 沒法理解 真是離譜 高雲大嬸 高雲大嬸永遠都站外生旁邊 高雲大嬸是團地妻 高雲大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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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道理解 你突然會帶出這樣的東西 你這是結束的punch 你打算是林杰 你打算是林杰爆發 不行 OK 那下個禮拜 我們都會繼續看 因為很威望微奇妙 你不是猜 我本身沒有看這套書 本身是書 我不是很猜到那些劇情 應該說是 什麼都有可能 你可否挑戰多年狐仙女友 如此遲無限 為什麼 我期待 狐仙女友 狐仙女友真的玩得很極限 他有一段是什麼 有一段是去海邊 去海邊狼女是連膠布 這裡就不會那麼過份 但是沒有和你 他都是幼兒體型 都是這樣說 總之就是 祖孫必須死 看這一套的變態 和看狐仙是不同 狐仙可能會有很多明顯的殺必死給你 這套就結 這套是 明明看陳高仙大師如何一步一步 向著紳士之神的領域進化 都蠻好看的 在這方面 OK啦 好啦 今天就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由於我還要在日本 都沒有錄兩集那麼多 所以就 已經錄了兩集 所以下個禮拜就休息一個禮拜 我希望在日本回來 下個禮拜我補一點點 補充10元給你 我會講一下日本的 古人精怪的 古人精怪的 因為我不想你見遊戲那邊 遊戲那邊開 我沒有所謂的 你玩到上去可以 可以寫文 寫文和開咪說一樣東西 不知道 OK啦 大致上就今天到此為止 最後一個禮拜那一套不說 大家聽到明晚我應該說 是做訪問的 風雲GameCard那邊的設計者 我記得就 約到就是 約到就是 應該都不會想到 如果可能是變身的話我會考慮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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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